來玩這款遊戲 越南大戰 塔房版 Steam的 要花300塊 前陣子有玩那個戰略版 就是 戰起的 就挺無聊的 塔房的話感覺就還不錯 這畫面看起來就很適合做塔房的啦 那也可以 累積一下 點數 可以派了喔 那我們再累積高一點 就可以擴充容量 左下方這裡啦 最高到190 這個要累積多久 我們派小兵出去 好啦我上限提到200了 我們等190吧 來了 好猛喔 破壞敵人CD 他技能是出現在右下角啦 有看到嗎 就是這個能量滿了以後 就可以放招了 V劍還有B劍啊 就是拿來移當那樣的 有看到嗎 我準備過關了喔 過關 來下一關 我們先擴充點數的容量吧 現在我擴充到150啦 好啦這些我都可以派出去啦 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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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右下角滿了喔 嘶 咻 蹦蹦 角色正完了以後啊 最後在等待冷卻時間 再開技能 這個IP也算是很努力在想盡辦法存活 又是下一關了 這敵人越來越強了 開氣人 直接把他撞開 又上方有自動有加速 太好了這就是我想要的結果 解放雙手 解放雙手 他自動會開技能嗎 也會他也會開技能 這樣看起來就很絲滑 很流暢 好爽喔 好爽喔 一直這樣子給麻煩 可能就是一些BOSS關卡 你是要手動 不然你交給自動吧 這邊有選擇支援的系統 有金屬炮彈 還有恢復 重裝 要不要試一下重裝 還有這是我單位 目前的角色卡就是這些 完整的畫面就這樣 然後我現在開自動 開二倍速 好爽喔 右下角快滿了喔 好開招 這自動靠譜嗎 他說派小兵出去 從這邊就可以了解到 什麼樣的兵種 可以靠什麼樣的卡牌去剋 他派那個30點的 好像有他的用力戰 好爽喔 哎呀這樣子要打多久 喔解決了 這場他全部靠第一費的人來打 這可以來作為參考 他靠30的低費用 不斷的去進行投擲手榴彈 不過我覺得剛剛那個技能不好用 把他換回來好了 直接換這個吧 可以開到三倍速嗎 可以開到三倍速嗎 不行 靠低水就贏了 這是最終關卡 喔喔這是BOSS喔 該不會又是派那個30的費用去那邊投擲手榴吧 哼 來啊 喔 他那個雷射砲 還得了 好厲害喔 欸毫無技巧可言耶 那你吃他那些腳下幹嘛 謝謝 他目前為止啊 他好像在告訴玩家們 就是 靠第一費用 然後以數量提升就行了 進行士兵招募可以獲取新的單位 這邊是首頁喔 兵種配置的清單 這是編主的 招募 來了喔 喔咦 我還可以在招募嗎 可以 畢竟這是買斷的嘛 他跟手有不一樣 但是買斷的話 那你慢慢打就能收集啦 新的關卡 戰鬥準備 編隊 唉唷 我可以上這好多喔 這關他該不會又是用一模一樣的戰術吧 我想看一些比較不一樣耶 下方這邊可以進行切換 啊受不了的啊 不開自動了 同一個方式 我想看一些其他角色可以嗎 這隻勒 是胖的 這隻 欸打不過欸 被壓爆了欸 太扯了吧 被壓爆了欸 我們看一下開自動打不打得過 欸打得過欸 欸他有派其他角色出來啦 喔這個自動比玩家聰明了喔 冰種配色的問題是不是 技能開出去 但不要打平啊 這有沒有時間限制啊 這看起來還是要強化一下 那你看這場這樣子打 都是五五波啊 玩到後面應該就會有人做大型的 那有什麼戰車之類的就入去出來了 遇到這種 死局啊 好像突破不了欸 壓得過嗎 中間上方可以看欸 不過整體來講還行啦 300塊的話這房應該可以讓大家玩一陣子吧 一打贏了欸 看打贏了欸 喔喔喔喔 他透過不大的戰鬥啊 你再去招募更強力的兵器喔 應該就行了吧 好啦 玩這片玩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